我们的军人士们 你不踩上军人 刚刚当时我们在 在搓一个普通话的人 在搓衣服配搓军人 我们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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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战友 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里是战友之声粤语频道 Voice of Go Media 今天是2019年11月5日 由文峰报导香港要文 第一则新闻来自苹果日报 数人去信卢伟聪 促期日内交代学生 重担烧伤资料 师生校友静坐声援 数人大学学生 今日中午发起校内静坐 近百名师生 校友出席 声援上周六 二号在铜锣湾遭景致 手头催泪弹烧伤的 义务及救援兼 该校一年级生 主办方人大学生会表示 选址校内图书馆大楼外静坐 因校方高层都居住在 该大楼内 兴旺及集会发声 要求校方除支援受伤学生外 应应出生谴责警报 集会学生期望 与校方管理层直接对话 有出席的教授 亦表明与学生同行 为港人发声 学生会中午十二时许 在数人大学校园 图书馆大楼外静坐集会 同时不断有师生 轮流发言 以及叫口号 香港警察 蓄意谋杀等 数人赴校间 胡怀中则在集会前夕 约今早十一点半 发电邮与全体师生 邮件附上校方 致函警务处处长 卢伟聪的信件 当中提到受伤学生 除背部外 两只手指 一严重烧伤 大学非常关注事件 要求警方 7日内提供 有关事件的一切资料 包括警员及涉案 目击者的口供 警方拍摄的相片及录影 警方就事件的调查报告等 已厘清事实 做进一步后续跟进 下一则新闻来自苹果日报 预警清场 疑遭追捕 柯大声堕楼命危 前日市民七区上街反警报 变成多区冲突 昨日凌晨蔓延至将军澳区 警方疯狂释放催泪弹清场期间 一名科技大学二年级学生 由上德村停车厂三楼 舵至二楼 重伤昏迷 舵楼的22岁科大声 男性姓周 杨明Alex 就读计算机科学系二年级 他同时是科大投球校队队员 科大电台新闻组引述目击者称 他曾与警员争执 警员冲向他 试图他时 男生不慎舵楼 另有消息指他躲避催泪弹而舵下 警方东九龙总区重案组证调查 事发原因 由于事主脑部内出血 经手术后情况仍然危怠 暂未知是否需要再做脑部手术 由于他堕下时身体着地 聚心意出现盆骨 严重骨折肌出血 需接受另一紧急手术 现场消息称 周怀疑因躲避催泪弹 由停车场三楼跌至四米下的二楼平台 他头部重创昏迷 身体一多处受伤流血 当时有义务及救援及消防员为他急救 其后救护员赶到将他送院 不过科大电台新闻组引述有目击者指出 周原本在桥上与警方口角 由警员冲向周试图将他拘捕 警方追逐时周不慎跺下 新闻组又称 事后有救护车试图进入却被警方阻挠 在大约二十分钟后 消防使协同匿务及救援为伤者急救 并将他送院 不过消防处否认救援行动中 救护人员受到警方或其他人士阻挠 下一则新闻来自苹果日报 手术失败成三无反应 科大生家人赶至医院 22岁信周科大男生前晚 一于将军闹上德村停车场内 躲避催泪弹意外从停车场三楼跌落二楼 他身体多处受伤流血 重创昏迷 由救护员送往伊丽莎白 医院抢救 经多次手术后 至今情况仍然危待 消息指周同学颅内压指数达至50 较正常人的指数严重达三倍 情况并不乐观 不过 据悉周同学情况虽然逐渐转差 但其求生意志仍然盛强 15点50分 周同学情况一度危急 家人随即到身窃治疗部了解 另有两名市民在门外为周同学祈祷 17点03分 大批船没在身窃治疗部门外守候 其后周同学的姑妈离开医院时表示 周同学仍未苏醒 但由医生继续观察 称很严重 不过暂时没事 但被问及周同学是否需要拔喉 他直指 这是假消息 情况还没去到这么严重 能见一天是一天吧 下一则新闻来自苹果日报 831后太子站兵衣出口今重开 市民批港铁故意制造不方便 今早有市民发现 微风超过两个月的太子站兵衣出口解封 楼梯及相连的无障碍通道也可以使用 但对面弥敦道北行线的C1出口则仍然封闭 站内封上白色围板 而无障碍通道上的围栏 还挂有树树花 都是市民纪念831事件留下的 831警员在港铁太子站冲入车厢 无差别殴打市民 及驱走记者不准采访 惹来打死人的质疑 过去两个多月都有市民在太子站B1出口 即是望角警署外 以鲜花砌出花海 祭坛 悼念失踪者 即使花坛屡次被钦差 但均被追思的市民及抗争者 火速回复旧关 陈先生对B1出口重开 坦言很感住 心情很沉重 称开了又怎样 那个事实真相又是怎样 是不是能解决 是不是能找到真相 他相信831太子站一定有发生不寻常事 指港铁起码要透明度高 这么大的机构起码要说出来 14点18分 B1出口重开 无障碍通道的围栏 又再被市民插上白花悼念 15点06分 港铁回复查询时表示 早前太子站的车站设施及无障碍设施被人恶意破坏 其中B1出入口及邪道亦需要暂停使用 以便进行复修工作 工程人员于9月18日起 在该出入口封上围板 随着复修工作完成 今早车站投入服务时 重开B1出入口及邪道使用 下一则新闻来自苹果日报 井将军奥在居两男女 设上月与便衣警冲突事件 上月13日 有网民发起神兽罢救行动 在各区遍地开花 其中将军奥晚上7时许 发生警民冲突 示威者于唐俊杰一带架设路障 有两名便衣警员被示威者包围 其中一名警员个人物品掉在地上 当中包括一只伸缩警棍 其后被人踢到下水道 警方事后拘捕两人 经过进一步调查后 今日在于江军奥区拘捕一男一女 警方指金城于江军奥区拘捕一名24岁 姓刘男子及一名29岁姓林女子 指他们涉嫌非法集结 违反禁止蒙面规律及非法禁锢 警方指姓刘男子同时涉嫌商人被捕 两人宪政被扣留调查 下一则新闻来自苹果日报 射藏汽油弹五男女撤控再被控 警方称防暴警持枪入法院范围抓人 设藐视法庭 警方着落案起诉五名男女 指他们涉嫌在湾仔俄锦桥附近单位 藏有预百只怀疑汽油弹 但因律政司一方犯上低级错误 在司长同意检控书上串错被告姓名等 最终撤控收场 五人昨晚获释 为警方于散庭后随即在法院门外再拘捕 有份出庭的三名被告 并且重新落案起诉 连同两名刚出院被告 五人今被押上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辩方再次质疑同意检控书上未披露足够资料 又批评警方昨晚持枪进入法院大楼 有藐视法庭之嫌 聆讯下午继续 大律师郭景宪昨天成功挑战控方同意检控书 引致控方需撤控及释放所有被告 郭今早在庭上再次质疑新一份同意检控书 直指当中未有披露任何证据 证明律政司司长是否真的考虑过案件事实及情节 故同意书将失效 控方不能据此提控 下一则新闻来自苹果日报 为阻警放催烈烟影响女儿 中年商人上街理论被控袭警 前晚将军闹发生激烈警民冲突 凌晨警方进行驱散行动 其间一名磕大男生隐隐躲避催烈弹 堕楼重创昏迷 同晚两名将军闹街坊在现场附近被捕 遭控以袭警罪 案件今午在关堂 裁判法院提训 分两案处理 一如近日的示威案件 控罪书上的涉案警员姓名及编号 一律以英文字母代替 署理主任才判官 徐以为质疑有关做法 直指现阶段看不到任何原因 需要隐藏警员姓名 称至少起码要披露警员编号 就这样写A和B 不理想 控方称 会就此索取律政司意见 下一则新闻来自苹果日报 咬吊赵家贤佐尔兼刺伤两人 退休汉被控 蓄意伤人 仍留意缺席聆讯 网民今周日在太古城中心发起 东区集气人恋日 期间一名退休汉被指 与在场人士政见不合 以生果刀弄伤一男一女 在咬吊东区区议员赵家贤的佐尔 涉案退休汉被控两项俗称商人时期的 蓄意商人罪 以及一项有意图而导致身体受严重伤害罪 案件今五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控方指被告现实仍然留意 申请押后案件至本周五再讯 如能提早出院则尽快带上法庭 主任裁判官前里批准控方申请 被告陈真48岁 报称居于太古城 控罪指他于本月三号 在太古城中心二七西门外 意图使温浩伦 梁碧琪及赵家贤身体受严重伤害 被告继续还押警方看管 据了解被告已离开深切治疗部 为人不能对答故未落口供 赵家贤已报名参加本届太古城西区议会选举 同区对手还有金明莲丁黄 下一则新闻来自苹果日报 青年被指袭警兼藏汽油弹 遗遭警戚压警追未能出院应讯 有网民以反警报为名 本周日11月3日在沙田等地发起香港人反警报 七驱紧急行街示威行动 有身穿黑色上衣的年轻四印 当日在沙田遭警员截停 其间被指袭警 警方其后从城门河捞起一个背包 内有六支汽油弹 警方指称背包属于四印 四印被控以袭警 即管有攻击性武器 两罪案件金蹄塘 为他仍然留意缺席聆讯 据悉四印被捕时 遭警员以吸压颈椎 导致他颈椎受伤 辩方禁止 被告仍在医院留医 预计今晚或明天可出院 妄能压后至明天再训 控方确认被告在院内接受X光检查 很大机会今日出院 熟理主任裁判官高伟雄最终将案件压后至明天再训 其间被告还押警方看管 下一则新闻来自苹果日报 CNN仿爆眼印尼女记者指我们不是在占地 有记者被警针对 香港警方烂暴持续打压示威者及记者造成多人受伤 其中9月29日在湾仔采访期间 被警员以橡胶子弹射伤右眼的印尼籍女记者 Vabi仍在医院留医 她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访问时指 自己身为记者已多次上前线采访 指这真是疯狂 我们不是在占地 她又忧虑记者被警方针对 她的代表律师维志达 在CNN采访当日向她展示一段片段 显示警员临上警车离开前仍转身向现场记者投掷催泪弹 伟志达说 当局拒绝承认有警员失控的事实是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警员出现不当行为的情况有升级 Vabi与律师已要求警方提供开枪警员的姓名以进行民事起诉 但警方至今一直拒绝透露警员姓名 下一则新闻来自苹果日报 工大生集会声援被捕同学 批校方令派海原公园贺孝庆据法律支援学生 上月初一名公开大学学生途经红刊警署时 发现有女同学被警员搜身 指骂警员死黑警后被警员追至工大校园搜身 加上日前工大校友东区区议员赵家贤被人咬掉部分耳朵 工大学生今日在校园内举行集会声援 写上谴责暴力晋升 声援受伤校友等标语 约百名学生参与 大部分人戴上口罩 不少人身穿黑衣黑裤 学生先唱《愿荣光归香港》歌曲 《高教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 并朗读声明 只过去四个多月的抗争运动 鲜血中换来港共傀儡政权撤回送中恶法 但警方滥捕滥权 选择性执法 日前公开大学校友赵家贤在太古城中心遇袭 左耳被咬下 他们认为对和平并手无腹肌之力的普通市民 施下如此暴力实在无法无天 不但强烈谴责暴徒的暴虐 更谴责警方再次选择性执法 期望公大人可以站起来 对抗暴力行为 保护热爱和平的每一位公大香港人 有份发起集会的公大一年级女生C同学称 她们早前得知赵家贤为公大校友 故发起集会声援她 她批评赵因不同证件被袭是不公平和不可接受 又认为防暴冲入上场已是常态 不公平之事已随处可见 她又声称 除了10月初有防暴警察进入校园向同学搜身 早前印有女同学拍摄 有多名中年人走入校园撕连笼墙而被打 但校方要到同学为校长 校方才承诺加强保安等 认为校方处理太慢和被动 她又批评校长黄玉山不但拒谴责警察暴力 校方一直以校内没有法律系为由 拒提供法律支援 仅得两名职员接听被捕人士电话 而转至其他法律支援 她直斥校方为校庆大洒金钱 派900张海洋公园门票 却没有钱请法律支援 根本不合理 下一则新闻来自苹果日报 李家超继续归缩拒付立会 保安副局撑紧蒙面 指保护警员免受武力伤害 立法会禁止蒙面规例小组委员会 今早会上召开第三次会议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和律政司司长郑若华继续归缩 拒绝按民主派议员要求现身会议回应质询 只派出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 律政司副法律草女专员叶凤雄等人出席会议 欧志光会上回应议员提问时 由于多次均拒绝正面回应议员问题 更称警员蒙面是为了令警员免受武力伤害 被炮轰表现离谱真是垃圾 民主党黄并云会上质问 为何李家超和郑若华至今缺席会议 委员会主席黄定光则称 已向政府反映议员要求 但两人均未有回复 黄并云历斥李家超、郑若华即不负责任 又为行政机构向令法机构负责的做法 向两人做出谴责 教育界议员聂建元会上则问道 为何警方现实在无必要的情况下 包括在无释放催泪弹时 都用黑布或其他方式遮盖面容 质疑做法是为免被追究警报责任 欧志光会上回应时则声称 这个都是作为保护警员执行中 免受一些武力的伤害 引来在习民主派议员哗然 下一则新闻来自苹果日报 张建宗于被捕公仆割席 指公务员不能与政府对着干 公务员在反修例运动中参与者不少 据知已成北京未来认定要整顿的对象之一 人民日报早前针对公务员的评论文章 已在公务员圈引起白色恐怖 纷纷在社交媒体删除反送中文帖必清算 熟理行政长官张建宗 今日于行政会议前 集集于10月31日反修例示威中被捕的郑务司司长 办公室助理文书主任戈席 称对方非其办公室职员 同时强调公务员不能与政府对着干 他同时指公务员公余时可以参与宗教之类的集会活动 但如果参与政治活动则要小心 因为公务员不能与政府对着干 需要政治中立不偏不倚 下一则新闻来自苹果日报 19选区 11个建制掌控中产醒觉变天 反送中抗争令中产及专业人士蜕变 以人力物力支援甚至勇武上前线 中产及专业聚集的全港十大乌院 新一届区选会会否在政治浪潮下变天 苹果统计十大乌院涉及的全港十九个选区资料 民主派上届区选摘下八区 只占四成 另外11个选区由建制派囊括 两区甚至由建制派自动当选 而上届于十大乌院败选的民主派中 有两人卷土重来 他们称与上届相比 大型蓝筹乌院支持民主派的气氛明显 有中产选民由蓝变黄 对选情审慎乐观 全港十大乌院包括港岛区的太古城 康宜花园 海宜半岛 九龙的美福新村 立港城 黄浦花园 新界的新都城 定一城 东冲印湾园 天水围 嘉湖山庄 均一这类中产物院的居民政治立场多数较内敛 但自反修例运动后 居民较以往更愿意站出来力挺民主派 政治参与度亦较以往高 覆盖的19个选区共有选民约18万 投票结果可反映部分大型中产物院的政治取向 这场选战已超越蓝黄政见 选民投下的一票黑白分明 勇武在前线 何理非有自己的方式爬山 下一则新闻来自苹果日报 黄台仰呼吁连线全球受中共压迫者 指时间站在港人一方 网媒《乡城教育电视》昨日4日公开一段 流亡德国的本土民主前线前召集人黄台仰的影片 黄台仰在片中向香港的抗议者表示 他们在德国等地的国际战线上工作 黄提出三个角度提醒香港抗争者注意的地方 当中包括指出香港人应当与其他被中共压迫的民族以及地方连结 加强国际上对中共的压力 黄指在国际战线上 时间是站在香港人的一方 而在香港的战线 就希望港人坚毅不屈去守住 相信最终流亡的港人都可以在香港重聚 下一则新闻来自苹果日报 西环喉舌帮警抹黑传媒 大公刊六记者样貌姓名批斗 查警报直警谎 多名前线记者日前戴上头盔 并贴上抗议警报字句 静默出席昨日4日警方记者会 为警方见状即终止记者会 改为单机版网上直播 中共一启动极权宣传机器向记者反击 中联办喉舌报章 文汇报和大公报 今日同就事件大篇幅报道 大公报在报道中 大字标题指控香港记者协会 测动黑记搅局 更刊登参与行动的六名记者大头照 至于文汇报更为现场记者罗知罪名 列表点名十名记者为涉事黄记 为全版报道并无提其中三名被点名为 其他参与事件记者 涉作出何种举动 该报另一表格更以黄丝黑记形容不满警察暴力 对待传媒的记者 下一则新闻来自苹果日报 只谈信任肯定 习近平误林郑有话未曾讲 外传中央有意撤换特首 地产商代言人发炮狠批林郑之时 国家主席习近平突然接见特首林郑月娥 表明中央对她高度信任 对习管制团队工作充分肯定 无疑为特取管制班子打了强心针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义高调称 有关会面令林郑被换传闻不攻自破 时事评论员刘瑞昭认为 中央目前需要林郑留任已落实止暴制乱措施 认为此举不代表北京长期支持林郑 预计政权有需要牺牲时 林郑或需问责下台 以上是2019年11月5日的新闻简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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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